今次拿上任有何特别意义 对你来说是否有一个特别意义 我怕终身承受都是跟我埋单 我不知道将来可否继续拿奖 现在还在想主席行不行 我还要继续拍戏,他这麽快给我这个奖 好像太快跟我埋单 但自己之前有没有预计过主席有机会颁这个奖给你 可能是王子华帮我 因为终身成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麽成就 但王子华介绍就没有成就都变成有成就 但今晚有没有想过台上会讲些什麽 他今晚是负责介绍我的威衰史 由他那把口,没有成就一定讲到有成就 这个是没得谈的 但一般观众说是拍戏 那是何时还有新作品给大家 初恋呢 就是初恋我想拍戏 我怕拿了终身成就奖之后 他继续不准奖我 怎会 你还不知道我说什麽 你终身成就 你终身成就 即是和你埋了单 你终身 不知道为何要谈 就是这个 好在 好在刚刚想起 四哥刚刚拿了 终身成就奖 他今晚分分钟拿了那个 穿了含朱锅 即是没事了 是 你有次是做动演 自己制造自演 还是出面部戏呢 如果我自己做一定是自编自演 如果我演最多我都要客串一下 只是演的话 其实我不很喜欢做戏 我喜欢做 我喜欢编剧 编一些新东西出来 去看看行不行 我们香港也有很多好演员 慢慢 多一些机会训练他们 很不幸 这一两年都拍戏太少 我们拍戏太少 他们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